作词 李宗盛 中国名画 十三 这幅多灾多难的国宝到底有多珍贵 小哈 上节课我们介绍了元代著名的书画家赵孟甫 元代还有四位非常厉害的画家 我们通常把它们叫做元四家 今天要带你认识的这位画家 就是在元四家里排名第一的黄公望 黄公望? 我知道 那幅著名的傅春山居图就是他画的吧 没错 傅春山居图不但是黄公望所有的作品里画的最好的一幅画 也是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最多灾多难的一幅 我们差点就见不到它了 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小米姐姐 赶紧带我去看看吧 小米姐姐 这就是傅春山居图吗 怎么感觉没有画完啊 你看左边的房子和树画到那边就没了 不是画没画完 而是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傅春山居图的一小部分 圣山居 那剩下的在哪里呢 剩下的画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两幅画合在一起才是傅春山居图哦 小米姐姐 为什么傅春山居图会被分成两幅画呢 小汉 你仔细看看这幅圣山居 哎 有一些褐色的印子 没错 这是被火烧过的痕迹 什么 被火烧过 是啊 明末清初的时候 有一位叫吴红玉的收藏家收藏过傅春山居图 大概是因为实在太喜欢这幅画了 所以他决定自己去世之后要让这幅画陪葬 这也太疯狂了吧 幸好吴红玉的侄子吴子文实在不忍心名画 就这样被火给烧了 他火中夺宝把傅春山居图给救了下来 虽然这幅画挽回了一条小命 但是仍然留下了不少火烧的痕迹 完整的一幅画也变成了两节 哎 实在是太可惜了 因为火烧 这幅画已经恢复不了原貌了 不过即使是从两幅分开的画里 我们也能感受到黄公望的绘画魅力 画这幅画的时候 黄公望已经79岁了 他把这一生对于绘画的理解和感悟 都放在了山水之中 不过小米姐姐 说实话 看过了宋朝大起大落 非常壮观的山水 再看傅春山居图 感觉也就是一幅比较长的山水画卷 平平淡淡好像没什么特点 很多人刚看到这幅画的感觉都是这样 不过仔细品一品 你就会发现画里的布局 笔墨都非常讲究 先来说说布局 单是画山 我们之前说过的高远 平远和深远 统统都有了 在黄公望的这幅画里 你可以从山下望到山上 从山前看到山后 从近看到远 变幻无穷 真的 而且我发现画里的山 好像都是正对着我的 因为黄公望在处理山石布局的时候 用了一个小技巧哦 我们把站在山顶上看到的 整座山的轮廓线 称之为山的棱线 以往山都是横着画的 可黄公望把山的棱线展现了出来 增加了山的深度 所以会有正对着你的感觉 好像一眼就能从山前直接望到山后 原来如此 真想跑进去看看 后面到底还叠着多少座山 小哈 你发现了吗 这幅画里的空白也不少哦 有没有找到什么规律 嗯 让我好好看看 小米姐姐 我发现如果画的上边有空白的地方 下边一定会画些景物 同样 如果下边有空白的地方 上边也一定会画些什么 嗯 你找到规律了 画里也讲究平衡 如果我们把上半部分的留白 想象成天 把下半部分的留白 想象成地 那么天空着就要地来不足 地空着就要在天上画些什么 这样上上下下 看画的时候 一会儿随着空白飘到了天上 一会儿又慢悠悠地回到了地上 小米姐姐 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这画越看越有意思 这不就和我荡秋千一样吗 一下子飞上去 一下子又落下来 说完布局 再来看看线条和墨色 小哈 你先说说有什么感觉 走近点看 感觉还是挺有力道的 黄公望的线条笔法 虽然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村法 乍一看好像挺简单 但其实每一笔都不简单哦 比如画上的一棵棵小树 不管是多么细的枝杆都没有粗粗的随便带过 而是根据树的自然生长规律 时时刻刻注意着枝杆的穿插呢 那一片片树叶 乍一看感觉是随便拿笔点上去的 但其实每个夜点的方向都不一样 仔细一看还真是不简单 小美姐姐 我记得看南宋山水画的时候 他们特别喜欢画云气 营造朦朦胧胧的感觉 这幅富春山区土里没有云气 山就是山 水就是水 树就是树 但是仍然让人觉得特别幽远 望不到边 你看远处的山 皇宫望都是用笔 沾上淡淡的墨横着扫一下 而高山主要是用 简单有力的线条表达 远山加淡墨加简洁有力的线条 没有云气 也能带来视觉上的震撼哦 小美姐姐 我越来越觉得这幅画很有味道 它和我们之前看过的画都不太一样 以前的画家照着山画画 但这幅画里的山 好像是跟着画家的心思画的 自由自在 有好多变化 没错 你刚刚说的就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绘画观念的转变哦 宋朝人 尤其是北宋的宫廷画家 讲究画画要写实 要还原 要精细 到了元朝 画画不再是为了画景物 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 原来如此 那皇宫望一定是个自由又平静的人 就像他的画一样 还真被你说对了 皇宫望万年信奉全真教 给自己取了个大吃道人的称号 这幅画是他送给一位叫无用的朋友的 大吃对上无用 古代人的名号真有意思 这幅画还有个有意思的事情 据说 贤隆皇帝也特别喜欢这幅画 在画上盖了许多章 结果没想到 他得到的画是假的 后来真的傅春山居图现身 贤隆才知道 自己闹了个大乌龙 但他又不愿承认自己眼光有问题 只能把真话默默藏了起来 把这幅作品打入冷宫 幸好乾隆搞错了 要不然真正的傅春山居图又多是印章了 那倒是 今天我们欣赏了元四家之首皇宫望的傅春山居图 分析了他的布局和笔法 还有中国传统绘画观念的转变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 更多精彩课程 请下载AhaScore 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